当地时间2号上午一艘船只在美国加州南部圣地亚哥海岸附近发生翻船事故 周一上午的最新事故报告指出已造成4人死亡 20多人被送往医院治疗 圣地亚哥消防局发言人莫妮卡·穆诺兹表示 他们收到的报告称 一艘船在美西时间2号上午10点27分左右 在卡布里约国家纪念区附近倾覆 穆诺兹表示 发生事故时船上有25人 其中2人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其他23人被送到多个当地医院治疗 大多数受伤者都是非紧急情况 但有3人被认为处于某种程度的非常紧急状态 根据了解发生事故的是一艘木船 救援人员在抵达现场后 发现在波涛汹涌的水域中 有一大片破烂的木头和其他物品组成的废墟厂 穆诺兹指出 这艘船有可能是一艘人口走私船只 通常走私团伙都使用这种 由木头制成的小型机动船 将人从墨西哥非法带入美国 救援人员继续在该地区 寻找其他可能的幸存者 消防救援部门表示 几个联邦机构正在协助救援工作